半夜兩點多 機車騎士 騎經一個交叉路口 側邊一輛汽車突然撞過來 騎士當場被撞飛 重摔在汽車的擋風玻璃上 還摔到地面翻滾了好幾圈 雙腿開放性骨折 當場暈了過去 汽車車頭被撞凹 連車輪都變形 擋風玻璃裂成像蜘蛛網一樣 可以想像當時猛烈的撞擊力道 毛路上血跡斑斑 撞上人的女駕駛嚇壞了 站在路邊緊握著雙手 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但警方調查後發現 原來18歲的陳姓騎士 已經喝得醉醺醺 行經路口閃紅燈 卻完全沒有停下來查看 而且騎車速度還非常快 那進醫院把他抽血做酒精測試 然後他的酒測試 進換算為0.92 撞上喝得爛醉的陳姓騎士 女駕駛也直呼真的很倒楣 雖然沒有明顯違規情形 但撞到人就可能得負起部分造勢責任 另外被撞到暈過去的陳姓騎士 不管是痛到暈過去 還是喝醉暈過去 都要被警方依公共危險罪 韓慫法辦 記者無過珍黃旭雲高雄報導